歡迎回到神秘52區 在英國有個恩愛的情侶 男友每到半夜熟睡之後 就會暴力侵犯女友 唯一的是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做了慌疼事 後來醫生證實 這個男子罹患了睡眠障礙症 睡著之後就像夢遊 自己做了什麼事 渾然不知 血氣方當的溫哥華小子班 派對上幾杯黃湯下肚 當場睡得不省人事 幾個小時後 班突然睜大眼睛醒了過來 他彷彿著冷漠班 對身旁昏睡的女子上下其手 隔天早隨即被捕 犯下滔天大罪 班占完全喪失記憶 更別說想在法庭上辯護澄清 百般的懊悔 迷惘卻患不回清白 他決定尋求衣食協助 睡眠專家出庭作證 班在睡眠狀態裡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 也就是說他的行為不是出於自由意志 但是在英國這對乳膠四妻的情侶 喬治和安妮可就沒那麼幸運了 四個月前兩人熟睡狀態下 喬治忽然在睡眠中侵犯了安妮 沒想到隔天一早 喬治完全不正常 一個禮拜後 喬治再度伸出魔爪 這一次安妮決定奮力抵抗 每到半夜 喬治就像變成另一個人 戳爆而失去控制 但當天明蘇醒 他卻又完全不記得 滿身世傷的安妮 只能用日記寫下 他深埋心底的悲傷 他們的關係瀕臨破裂 安妮再也不敢和他共整眠 喬治則是強忍睡意 就怕再度做出傻事 我都愛他 心裡都愛他 如果我沒有 我會離開了一段時間 為了挽回愛人的心 喬治決定就醫治療 醫師首先在喬治的頭上 貼上感應器 觀察他露睡八小時 腦横的變化 現在已經五分鐘了 他已經睡了 你可以看到 這裡的波子開始減退 不到一會兒 喬治馬上進入夢鄉 兩個小時過後 喬治突然醒了過來 腦波頓時變化劇烈 15秒後又陷入昏睡 一整晚醫師偵測到 喬治反覆醒來14次 一整晚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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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喬治是禮患睡眠呼吸中止 才會睡到一半 突然缺氧 半夜不斷蘇醒 而且有機少數的個案 會在生眠的情況下 做出自己完全無法想像的行為 其實睡眠性交症 就跟夢遊鬼壓腸一樣 都屬於睡眠障礙症候群 原因極為複雜 通常與過度緊張 以及承受龐大壓力有關 但只要靠著藥物治療 睡眠放鬆 就能早日回歸到正常生活 好 好